第431章不愧是我,吞天炉压制,幽冥类金难以挣脱,在神火之下渐渐融化。 可行,墓北暗道,幽冥类金可自行移动,却终究并非是有意识,只是被外界的魂魄之力吸引。 就如同,磁铁被固定的铁块引过去那般。 以吞天炉固定它,并极大程度上抵挡它的射魂之力,而后以神火加以融化。 它想出的这个策略,可以说是非常成功。 随着这块幽冥类金渐渐融化,弥漫在这山洞中的幽冥之气开始快速削弱。 墓北取出一口特殊的容器,盛装幽冥类金的金属叶。 一个时辰,两个时辰,三个时辰,一晃十个时辰过去,幽冥类金完全融化。 墓北笑起来,第三种就集神经到手,只等将之锻造为剑。 它离开山洞,找到万丈外的黑麒麟等寿。 怎么样?黑麒麟问它,取道了,墓北道,这让黑麒麟诧异, 以墓北如今的修为,居然真将那块幽冥类金取到了,着实是手段惊人。 三头黄园由衷地翘起大拇指,大哥牛逼。 墓北看着它,问道,这附近,可还有其他隐蔽地方? 幽冥类金以融化为金属叶,它准备立刻将之锻造为剑。 此前,幽冥类金出世,在谷内造成了不小动静, 它担心引来其他人,如今换个地方断剑。 三头黄园傲然道,大哥,别的不说,你要问这个,那就是问队员了。 这方圆数百,墓北给了他一巴掌,前面带路,废话那么多干什么? 三头黄园道,大哥,你这性子太急躁了,这样不好。 墓北,带路,他想踹这祸了,不久后,他随三头黄园来到一口山窟,山窟非常宽敞。 三头黄园和青岩盲等兽分布四周把风,他则开始断剑。 他的那戒中有一口上好的炼气炉,耗费数日时间后,终于锻造出第三柄本元神剑。 坑,剑鸣蒸蒸,响彻天际,山窟被震出密集裂痕,第三柄本元神剑,剑身幽暗,形体依旧与剑之神种一样,交织一股射魂夺破的气息。 三头黄园等人听闻道剑鸣后返回,看着墓北手中的剑,一个个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下。 大哥,我怎么感觉,他好像可以吞噬生灵的魂魄。 三头黄园心迹,青岩盲等凶兽也点头,看着这柄剑,进阶有些忌惮。 墓北锻造出的这柄剑,虽然不如此前幽名类金娜般有恐怖的射魂能力,但此时却也让他们惊悚,只觉得站在这里,体内的兽魂随时可能离体。 墓北巍微微一笑,不是好像,他确实有这样的能力。 以幽名类金锻造的这柄剑,他具备扰魂、分魂和吞魂的能力,仅只是将它祭出,便能使敌人的神魂不稳,更可凭之将敌人的神魂与肉身分离,甚至能直接将敌人的神魂卷入剑内。 这等针对魂魄的能力,可比天翼魂记者宗述强多了。 且,这柄神剑可以通过吸纳生灵的魂魄来增强进阶。 幽名,他轻弹剑锋,为这第三柄本元神剑取下这么个名字。 幽名剑,幽名剑轻震,化作一道光没入他体内的一座道宫中。 他体内九座道宫,如今三座道宫已由本元神剑入主。 赤黄剑,玄黄剑,幽名剑,都是极好的剑,这几天,大荒可有什么特殊的动静。 他问三头黄元,三头黄元点了点头,道,听说,南边区域冒出一方广袤的远古遗迹,不时有赤裂神灰意向冒出,许多人类修士和妖兽群都朝那里赶去了。 雾北目光围动,去看看,挨大荒历练,遇到这等遗迹怎能错过。 当下,一人众兽朝着那边的遗迹走去。 三个时辰后,一人众兽来到遗迹外围,放眼看去,前方地面凹陷,露出这些石垫,许多地方有凶勤猛兽刻印。 看上去,俨然不像是人类传承的垫群。 数十年前,大荒历起过好几个兽族部落,其中以半血凶兽们的妖宫为首,那个时间段,大荒非常辉煌,有不少涅槃大妖。 不过,后来因为妖宫毫无征兆地覆灭,大荒的平衡被打破,各个部落残酷竞争,加上人族各大实力插足,当初那些兽族部落便也相继崩塌了。 此地的这片遗迹,应该就是当初的某个兽族部落,虽然比不上妖宫,但也绝对很强。 一头浑身泛滥的洛光却道。 三头黄园诧异地看向他道,小雀子,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老园我都不知道这些东西,洛光却看向他道,老大,平时我和你说多看点书,增长见识,你偏说你有三颗脑袋,致力是普通兽的三倍,无需看什么书。 一瞅瞅,你的三颗脑袋,让你知道这些历史了不。 三头黄园,墓北,黑麒麟,众兽,这时,墓北想到此前在大荒中踏入的那口血色地宫,那应该就是洛光却所说的妖宫了吧。 当时,那鬼面兽赤焰,坑杀了血色地宫内所有半血凶兽,而后以他们的宝血图谋进化到纯血凶兽层次。 现在想来,当初妖宫的突然覆灭,应该就是对方坑杀半血凶兽们所导致吧。 不过,那或资质着实不行,弄来那么多宝血,经历那么久时间,却都未能成功吸收进化。 连我百万分之一都不挤啊,他感慨,随后,他不由自主地摸了摸下巴,这么想想,一个不小心就被自己的逆天天赋给惊到了。 厉害啊,不愧是我,他叹道,黑麒麟,这是在想什么,怎么自顾自地就装起来了。 一人重寿踏入下方一计,认真探寻起四周,不远处,一群青年男女一边探寻着这处古迹,一边充满杀意的扫视附近寿位。 青州第九,温族,族里有混员及强者坐镇。 在几年前,该族其实是青州第二。 那时,族长的千金花容月貌,深受缅州某个大族继承人爱慕,温族也欣然同意将族长千金嫁过去,这般一来,有缅州那个大族的支持,温族必定能实力大涨,称霸青州不会是梦。 然而,当时的那位千金却爱上了一头画形妖兽,最后与之私奔了。 这直接使温族得罪了缅州那个大族,诸多产业连连受到打压,家族实力从第二不断衰落。 到如今,已从当初的青州第二变成第九了。 且,族长千金与妖兽私通,这令许多人很不齿,致使温族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青州笑柄。 自那之后,温族恨透了妖兽,四处猎杀,但凡见到妖兽,但凡有能力击杀,都会在第一时间将他们全灭,且是以很残忍的手段杀死。 这时,温族这群青年男女突然盯住了墓北。 其中一个灰衣男子冷冽道,你一个人类,居然与一群妖兽为伍。 第432章大哥事工的,墓北扫了他一眼。 懒得搭理他,以三头黄园他们一起,继续探寻这座广袤的遗迹。 灰衣男子脸色一沉,我再问你话,耳朵聋了。 青年莽不爽道,管得这么宽,你家是住在海边。 咱大哥与谁为五轮地道你在这嗶嗶。 灰衣男子获得盯住他,小小一条长虫,居然敢这般与我说话,你找死。 他换出战枪,瞬间出现在青年莽跟前,一枪力劈。 一道着目枪莽显化出来,将青年莽覆盖在枪莽下。 枪威霸道,大圆满枪是令得青年莽妖躯猛的一颤。 空名似近,墓北一晃横在青年莽跟前,握住匹下的战枪一旋。 顿时,战枪从男子手中拖出,男子被旋转力甩飞。 墓北看着他,思想有多远,你就给我滚多远。 灰衣男子脸色一寒,不仅与妖兽为伍,更是与我动手,你这个堕落的败类。 墓北瞬间消失在原地,下一刻出现在男子跟前,提着手中战枪便是一个横踢。 这一批,神光蹦践,盖着一股霸道之力。 灰衣男子脸色一变,一声低含,猛地一拳轰出。 下一刻,拳与枪碰撞在一起,灰衣男子的拳头顿时粉碎,战枪将他脑袋劈开。 温量,温足其他男女变色,一个女子怒指墓北,立声道,与妖兽混在一起久了,你果然也成了畜生。 竟如此毒,话还没说完,墓北猛地将手中战枪制出,扑斥一声灌入女子胸膛,拖着他飞出数十丈远。 啊,女子发出撕心裂肺的的惨叫,很快便没了动静。 其他十几个温足子弟暴怒,一时间眼睛全红了。 该死的,一起上,宰了他,杀,这些温足子弟全部拔出兵器,骑骑朝墓北杀去。 群殴,兄弟们,干他压的,三头黄元豪道,当先冲出去,一巴掌便将一个空明武镜的温足弟子拍得稀巴烂。 他可是有着空明七镜的实力,洛光雀和青眼网他们也扑了出去, 腰气沸腾,与三头黄元配合,压着这群人打。 一时间,墓北倒是清闲下来,温足这群人最强也就是空明武镜,完全不是这些家伙的对手,他没必要动手了。 啊,惨叫声不时响起,十几个温足子弟,转眼间便就只剩下三人活着,又惊又恐,仓皇地朝着远处逃。 想跑,问过元爷爷了吗? 三头黄元凝声一笑,刷得将三人拦截下来,一巴掌挥出,同时将这三人笼罩住。 三人绝望,便是这时,一个黑衣男子自远处冲来,速度快的惊人,瞬间抵达三头黄元跟前。 男子眸光冰冷,一拳轰向三头黄元,一股强横拳是轻刻尖阵封了四周所有空间。 空明八镜,三头黄元惊悚,脸色大变,这一拳太恐怖,不是简单的肉身一拳,而是一宗极强的拳道大神通,他挡不住。 这时,墓北一晃而至,左手抓着三头黄元肩膀甩到身后,右手换出赤黄剑一展。 下一刻,剑与拳撞在一起,咔咔咔,空间顿时大破裂。 随后,砰,一声嫩响,两人同时后退。 这一退,各自退出三丈远,稳住身形,黑衣男子看向墓北,随后,目光落在墓北手中的赤黄剑上。 盯着赤黄剑,他眸光微亮,好剑,温延大哥,活下来的三个温族子弟连忙跑过去,其中一人双眼通红地指着墓北,温延哥,这畜生与那些凶兽为伍,将温廖他们杀死了。 温延看了眼温廖等人的尸体,目光冷淡了一些,放心,他活不了,马上便送他去陪葬。 三个温族子弟用力点头,温延走向墓北,先天静的你能勉强接我一拳,当是与你手中那饼混元集的剑有关吧。 可惜,兵器不错,但,你的修为太低,就算给你一柄神兵利器,也依旧翻不出什么风浪。 墓北看着他,抬手一点,幽冥剑飞出,击射而上,温延步伐丝毫不变,你手中那柄混元品集的剑都只能勉强挡住我,如今取出一柄先天品集的剑,觉得能有用。 话到这里,幽冥剑飞到跟前,他随意抬手一拍。 后,手还没与幽冥剑撞上,便忽而觉得身体一轻,似乎有什么东西被从体内震了出去。 再之后,他是也看到了自己的肉身,脸色大变。 神魂,他的神魂被从体内分离了,肉身这时动不了了。 神魂体,也是动不了。 下一刻,幽冥剑一画而过,穿透他的肉身,刺中他的神魂,将他这道神魂朝着剑内卷去。 不,他神魂发出惊恐的呐喊,下一刻便被吞入剑中。 温炎哥,温族那三个子地大害,温炎,空明八镜的修为,是他们温族年轻一代中第二强者,此刻却居然被墓碑给秒杀了。 三头黄元和青眼莽他们咽了口唾液,这就是以幽冥类精锻造的剑,当真是恐怖啊。 居然指一个瞬间便将空明八镜强者的神魂与肉身分离,而后将对方的神魂给吞了。 可怕,随后,他们一脸佩服,千天九镜的修为,秒杀一个空明八镜的强者。 厉害,大哥牛逼,大哥霸气,大哥侧漏,众受高呼,随后齐齐看向吼出大哥侧漏的青眼莽。 你是不是傻,大哥是公的,干得出侧漏这等事来。 三头黄元训斥,青眼莽一副恍然的表情,对对对。 老大教训的是,沐北额上冒黑线,这群憨批,温族那三人这个时候发出嘶吼,一个个双眼更红了。 其中一人盯着沐北,身躯发抖,面孔猙獰,畜生。 你这个畜生,已经把温炎大哥给杀了,你知道温炎哥对我们温族多么重要吗? 是我温族未来的希望之一,你居然如,话还没说完,便被沐北隔空一箭斩掉脑袋。 最后两个温族子弟惊恐,转身就逃,只留下一道力吼,等着,我温族不会放过你的。 刹那间而已,两人逃出了百丈远。 这时,幽冥剑一画而过,还没有刺中两人身体便将两人的神魂卷出,直接吞入剑内。 砰,砰,两人尸体迎面倒地,第433张人类你很狂啊,四周,众人动容。 全杀了啊,有人心计,青州温族虽没落了,实力却依旧还是很强,尽管因为几年前组长千金羽化形妖兽私痛的事引得青州许多修士嘲笑,但,真正敢冒犯温族的人却是极少,更别提是杀温族的子弟了。 可如今,沐北带着三头黄元等兽,那是真叫一个大胆啊,将温族一群人毫不顾忌的全宰了。 眼皮都不带炸一下的,狠人,真狠,与此同时,有人盯住赤黄剑以及幽冥剑。 好剑啊,尤其是纳柄游黑剑,竟可针对魂魄。 许多人双眼发亮,甚至有人流露出贪婪,墓北收起温延以及温量等人的纳剑。 这时,一群中年走过来,总共九人,为首的是一个头戴刀疤的光头,面孔有些凶利。 空明九镜,光头身后的八人,各个带着一股凶利气息,修为都处在空明八镜,直直地盯着墓北。 或则说,是盯着墓北的赤黄剑和幽冥剑。 突救雍兵团,有人眸光威宁,这个雍兵团在青州上的名头可很势不好,九个团员都是亡命徒,烧杀鲁略无握不作。 最主要的是,九个成员各个实力都很强。 远超同级别强者,且,这个雍兵团掌控着一宗非常惊人的合击大镇,九人配合,混圆镜之下堪称无敌。 光头走到墓北跟前,伸手道,拿,刚道出这个字,墓北直接一拳轰出。 这一拳出,霸道全力轻刻压塌空间。 密密麻麻的裂缝如蜘蛛网般朝着四周蔓延,银白气流覆盖全端,荡起一股狂暴飓风。 这恐怖的一拳轻刻惊住附近所有人,纵是一些堪比混圆巅峰强者的大凶兽,以肉身见掌,这时候也不由得为这一拳侧目。 这是一个先天进人类能够挥出的纯肉身权威。 成年期的半血凶兽,怕也不过如此吧。 光头中年近距离迎上墓北这拳,更是脸色大变,浑身肌肉都在这一拳的权威下发抖。 来不及反击,他抽身急退,这一退,瞬间退出数十丈,既出了急速,然而,却惊悚地发现。 墓北弹幕的面孔依旧在他跟前,如影随形,拳头离他更近了。 他忍不住大叫,住手,下一刻,拳头落在他脸上,噗,一声嫩响,光头如稻草人横飞出去,身体还没有落地,脑袋便是炸裂开,血水混合脑浆一起蹦践,头,另外八个成团大害,附近的其他修饰已动容,空明久净的光头中年,居然被墓北一拳秒杀了。 虽然是有突袭成分在,令光头中年反应不及,可,能做到一拳秒杀,这依旧是非常害人。 好霸道的权力,且,也有人为墓北的速度吃惊,光头中年击退的速度是非常快速的,墓北却轻易跟上了。 他若祭出巅峰速度,岂不是能比得上混元级强者了? 甚至可能更强,这,怎么做到的? 有人心惊,唯有黑麒麟十分清楚,墓北方才祭出了在荒村修行的那宗爵士身法。 突救拥兵团剩下的八个成员此时盯住墓北,面目猙獰,各个散发出一股是血凶狂的气息。 副团长铭声道,他的肉壳和速度都很惊人,直接祭合击大阵,不要给他丝毫可趁之机。 八人快速祭出合击大阵,八人气势相连,散发出一股急狂暴的波动。 下一刻,墓北出现在他们的合击大阵中间,赤黄剑随意一剑斩出。 这一剑,仿佛是斩在蛇的七寸位置,瞬间使得八人的合击大阵溃散。 砰砰砰,八人同时横飞,受大阵溃散的反噬影响,齐齐吐血。 爱陆北没有给他们丝毫喘息的机会,迈步而上,带出一道道残影。 轮回步,扑扑扑,血水似箭,只眨眼尖而已,八颗头颅飞起,八人还没有反应过来, 便被墓北以急速斩下了脑袋。 呲,四周,倒吸冷气的声音响起一大片,各个未知心计。 千天静的修为,眨眼尖涂灭了凶名昭著的突救雍兵团, 对方寄出和鸡大阵都没有丝毫用。 可怕,太可怕了,三头黄元等凶兽则是更加佩服。 大哥厉害,这一次,墓北还没来得及收起光头中年等人的纳戒, 一个蓝袍青年走过来。 青年身后跟着一个灰袍老者,脸上的皮肤略有些褶皱, 但气息却非常惊人。 混远久近,见着这两人,附近许多修士顿时皆流露出忌惮的表情。 缅州精族,该族有洞虚集的强者坐镇, 而眼前这个蓝袍青年更是精族的嫡系,精少成。 是有资格征下任家主位置的人,身份很大, 蓝袍青年走到墓北跟前,你很不错,可愿跟着我。 以先天静修为独自屠灭突救拥兵团, 这战绩太惊人,眼前这人绝对是大财。 若能将这样一个人才懒如麾下, 对他日后争夺家主之位必定有不俗的帮助。 梁秦折磨而期,千里马玉伯乐奔腾, 跟着我,你能绽放出更耀眼的光辉。 他说道,墓北看了他一眼,没兴趣, 说着,收起光头等人的纳戒, 蓝袍青年脸色微沉,阁下这事不给我精少成面子了。 墓北看向他,我,是你爹还是你是我儿, 我非得给你面子。 精少成脸色一冷,他身后, 灰袍老者眸光如同刀刃一般锋利, 跪下,道歉。 精少成看着墓北,我劝你立刻照做, 齐薄脾气不是那么好, 三个呼吸内若不照做,这里会多一具尸体。 你是不弱,但,在混远久境的强者面前, 你那点微末实力,算不上,话还没说完, 墓北大声道,什么,你说大慌的兽族都是垃圾。 连毛坑里的区都不如, 精少成,他皱眉,看着墓北,你在发什么疯? 我,墓北京道,准寿王也是垃圾。 朋友,你过分了,准寿王们的实力, 可是丝毫不弱我们人族修行者中的洞虚久境强者, 甚至更强一些,你这是在践踏大荒的准寿王们的尊严。 他声音放得非常大, 精少成眉头皱得更深,你扬颠风犯了不成。 墓北,什么,若你愿意,半年内便可涂光大荒所有凶兽, 准寿王也挡不住你一击。 你太自大了,竟如此歧视大荒兽族的强者们。 他声音更大了,传出很远, 落入远处一群凶兽耳中, 使得这些凶兽顿时眸子冰寒起来。 其中,数十头堪比混元巅峰强者的大凶兽踏到这边, 冰冷的眸光齐齐落在精少成身上。 人类,你很狂啊, 第434章打死他啊, 精少成脸色微变。 数十头大凶兽同时盯住他, 那等压迫力可不是一般的大。 毕竟,他只是空明八镜的修为而已, 相比这些堪比混元巅峰的大凶兽而言, 弱了太多。 我大荒兽族都是垃圾, 若是愿意, 半年内便可涂进我大荒, 准兽王也挡不住你一击。 一头大凶兽冷冽道, 足有九丈, 一双毛子比狮子头还大。 精少成道, 我没有说过这些话, 是他在那发疯诬陷我。 他只向木北, 木北冷笑道, 你要还算个男人, 就大大方方地承认了。 敢说却不敢认, 懦夫, 称我兽族的准兽王们比爬虫还弱, 大凶兽前辈们给你当狗你都看不上, 你好能啊。 刚才不是说我大荒兽族是吃屎长大的吗? 如今, 我兽族诸位前辈在, 你再说一次。 各种歧视我大荒兽族, 声称要将我兽族的雄性全杀, 辞性拉去接客, 现在不敢认。 众兽纷纷怒斥, 木北, 好家伙, 这波助攻真锋利啊。 尤其是三头黄元, 那什么雄性全杀, 辞性拉去接客, 这玩意你都能想出来。 你牛逼, 数十头大凶兽毛子顿时森寒下来, 极其不善地盯住荆少成, 甚至有杀意扩散出。 荆少成又惊又怒, 你们这是栽赃污赖。 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些话, 我没说过, 你说了, 而且说了很多, 非常过分, 就是就是, 青岩盲等受愤怒的指控, 荆少成面孔都有些扭曲起来, 你们这群畜生, 我话还没说完, 数十道棒国腰威同时落在他身上。 顿时, 他剧烈一颤, 通体发寒, 仿佛坠入了万丈血渊。 沐北想笑, 在一群大凶兽面前称人家同类为畜生, 蠢。 太蠢了, 道歉, 数十大凶兽盯住荆少成, 荆少成吼道, 我真的没有说过那些话。 真的没话还没说完, 被一头大凶兽强行打断, 道歉。 立刻, 腰威沸腾, 他们并不完全相信沐北, 但, 三头黄元和青眼蟒这些同类都那般说了, 他们岂还会怀疑。 荆少成攥紧了双手, 就要说什么, 被灰袍牢者止住, 摇了摇头道, 少爷, 便道个歉吧。 他知道这位少爷想搬出家族来威胁, 但, 眼前这些凶兽已是在森物状态, 不宜威胁刺激。 好汉不吃眼前亏, 荆少成脸色阴沉, 显然明白灰袍牢者在想什么, 顿了顿后, 极其不甘地道, 对对不起。 我错了, 憋屈, 太憋屈了, 滚吧, 一头大凶兽冰冷道, 惊少成猙獰地看了眼沐北, 与灰袍牢者转身离去。 沐北一正, 连忙看向数十大凶兽, 诸位前辈, 你们就这么放过他了。 打死他啊, 数十大凶兽斜了他一眼, 其中一头大凶兽道, 缅州京族的实力很强, 差不多就行了。 沐北指向灰袍牢者, 那你们打死他啊, 他只是京族的一个侍从, 打死他, 给那狂妄跋扈的京族大嫂 一个警示教训。 若是这般轻易地放他离开, 让其他兽族知道了, 还以为前辈们是胆小怕事。 灰袍牢者, 数十大凶兽则是眸光为动, 有道理, 沐北这话, 很有道理。 顿时, 数十大凶兽盯住灰袍牢者, 灰袍牢者脸色微变, 沈声道, 诸位, 你们可别乱来。 数十大凶兽冷哼, 这算威胁, 话落, 数十大凶兽同时出手, 灰袍牢者脸色大变, 全力迎上, 轰, 双方使一碰撞, 灰袍牢者便是横飞出去, 身体变得破破烂烂, 蹊跷一血。 他挣扎着站起身来, 脸上浮出惊恐, 住住手。 干打独斗, 他不惧任何大凶兽, 但, 一起迎上数十头大凶兽, 那是无论如何也挡不住的。 数十大凶兽却是不给丝毫面子, 再次出手, 同时攻击, 片刻间便将灰袍牢者轰成了碎片。 一头大凶兽看向金少成, 这是给你的一个提醒, 莫觉得你身后有精足就可以为所欲为。 金少成脸色难看至极, 屈辱, 当着他的面杀了他仆从, 这是在狠狠抽他的脸。 一头大凶兽冷冰冰地道, 滚, 金少成攥紧双手, 面孔更加猙獰地看向墓北, 我一定会杀了你的。 等着, 你等着, 全是墓北带给他的。 该死, 该死, 他转身离去, 数十大凶兽扫了眼墓北, 也离开这里。 墓北盯住灰袍牢者落在地上的那戒, 这可是混远久境强者的那戒, 好东西必定不少。 他走过去, 还没走进, 数十大凶兽中的一头折返而回, 以腰力卷起这枚那戒, 随后方才又离开。 墓北, 一记某处, 刺下无人, 精少成脸颊扭曲, 死死攥着双手, 该死的杂种, 我不会让你好过的, 他日落在我手中, 你想好好死都不能。 他宁生道, 一个先天静的修士, 今日竟让他丢脸到那般程度, 被人当中斩了自己的随从。 他长这么大, 何曾受过这等耻辱? 坑, 刺耳见笑突然响起, 墓北握着幽冥剑自他身后浮出, 斩向他脖子。 精少成大惊, 仓皇的一拳轰上去。 这仓皇的一拳, 威能变并不强。 下一刻, 拳头与幽冥剑撞在一起, 扑, 血水泵剑, 他的这条手臂飞出去, 与此同时, 受幽冥剑影响, 他的神魂直接被从身体内分离了出来。 顿时间, 他惊恐万分, 你刚道出一个你字, 神魂便被幽冥剑吞进去, 只传出一道绝望惨豪。 下一刻, 幽冥剑忽而绽放吃猎幽芒, 一股更加凌厉的剑威和更加霸道的射魂之力弥漫。 前后吸纳几个空冥强者的神魂, 这一刻, 幽冥剑自先天极品层次提升到空冥下品级别。 木北点了点头, 不错, 他摘下京少城的那届, 处理掉对方的尸体, 随后离开这个地方, 与三头黄园他们会合。 大哥你刚才干啥去了? 三头黄园问道, 拉屎, 木北随口道, 拉这么久, 半个多时沉了, 我便秘不行吗? 第435章在我面前秀, 一记宽广。 木北和众兽探寻一记, 不久后发现一座保存的比较完好的时格。 时格外有一些特殊兽文, 洛光却看了一眼道, 这是藏宝库。 一人众兽踏入其中, 其内已有不少修士和兽足, 翻找各个角落。 宝兵, 一道惊呼自食殿深处传出, 后, 很快有怒吼声响起, 神能轰鸣, 有激豆声传来, 一人众兽很快便来到深处, 轰, 一声轰鸣, 前方一方秘电被打碎了, 一团团宝光自其中飞出来。 刀, 剑, 枪, 锤, 翻全是不俗的宝兵。 抢, 木北道了声, 一人众兽其启动起来, 木北一晃便抓住三口宝剑。 这三口宝剑都是混元极品层次, 之后让赤黄剑吞噬了它们, 可让赤黄剑的剑威提升一劫。 三头黄元和洛光雀等兽各自抓到口宝兵, 最差混元中品, 最高混元极品, 各个爱不释手。 转了转了, 青岩盲很兴奋, 咦, 地下还有一层, 有修士差异道, 十隔一角被发现一座朝下的石门, 石门非常大, 长宽街足有数十丈高。 毕竟, 这是兽族的隔店, 推开石门, 石道直通地底, 一行人相继踏入, 发现地下的空间非常大。 大概数十个修士, 沿着石道一路而下, 木北和众兽也跟着一起走下去。 没过多久, 前方渐渐传来光亮, 一堆堆紫灵精堆砌在一起, 组成了一座紫灵精的小山峰。 紫灵精, 是远远高于灵精的灵能聚合体, 每一块都蕴含着磅骨的灵能。 按照市场价, 这里的紫灵精, 合起来大约可以卖到三千亿元币的价格。 这让木北为之心计, 当初这里的兽族部落还真强啊, 单纯指这些紫灵精, 就能卖这般高价。 随后, 他高兴起来, 如今的他, 本人修炼用不着紫灵精, 但是, 孵化纳眉神弹却非常需要。 纳眉神弹极其不一般, 孵化需要磅骨灵能, 眼前这堆紫灵精正好合适。 另外, 蕴含一宗大造化的吞天炉, 他的修复, 也需要非常磅骨的灵能。 此地被我等接管, 闲杂人等, 立刻退走。 这时, 一个身着白玉袍的男子看向众人道, 这人身旁还有另外两个年轻人, 一男一女, 男的身着黄袍, 女的左边鼻孔带着一枚银环。 众修是齐齐皱眉, 其中一人站出来道, 你们接管, 凭什么, 大家一起发现这里, 紫灵精所有人都有份。 这是一个空明三镜强者, 后续的修炼用不上紫灵精, 但却可以拿出去卖, 能卖到很多钱。 爱到的钱, 可以用来购买武器宝单等物。 可是很有价值的, 这人话语刚落, 银环女子出现在她跟前, 换出一柄弯刀, 猛的一盏, 扑, 这人头炉飞起来, 银环女子一脚踩在这人的无头尸体上, 冰冷看向众人, 就凭我等自流蒙走出, 可够。 众人脸色齐齐一变, 流蒙, 一个青年问道, 缅州那个流蒙, 银环女子走到她跟前, 取出一面漆黑令牌, 上面刻着两个大字, 流蒙。 青年顿时露出忌惮, 真的是, 缅州流蒙, 在缅州无数个势力中足以排入前时, 有数十个洞虚径强者。 最主要的是, 流蒙是由一群又一群的亡命之徒组建起来, 里面的人无意不是凶狠之辈。 没有多少人敢招惹, 这青年抱了抱拳, 打扰了, 当下便要朝外退去, 不过, 才刚转过身, 便被银环女子一刀砍下脑袋, 既然打扰了, 便得付出相应代价。 其他重修士几倍微寒, 不敢再有意见了, 当即后退, 很快便离开此地。 墓北确实没有离开, 银环女子盯住墓北, 白玉袍男子旁若无人地开始收取紫灵精, 黄袍男子则是抱着双臂, 饶有趣味地看着墓北。 一只小小的先天静蝼蚁, 居然不怕我流蒙。 有意思, 着实有意思, 说着, 她看向银环女子一余道, 还是说, 是你气势不太行, 纵然拿出了蒙令, 她也不信我们是从流蒙走出。 银环女子盯住墓北, 没有说什么, 直接朝着墓北走过去。 她身段窈窕, 该大的地方大, 该翘的地方翘, 面容也极好, 却是带着一股紫残酷与狠辣。 走向墓北的途中, 一股强横神能自她铁内涌出, 足有着空明八镜级别。 眸光比刚才更冰冷, 俨然, 在她连杀两人后墓北却没有走, 且被黄袍男子调侃, 她很不悦。 墓北抬手一点, 玄黄剑击射而出, 瞬间至银环女子跟前。 银环女子挥刀一批, 挥得十分随意, 如同是斩草般, 下一刻, 弯刀与玄黄剑相撞, 只是, 却并没有想象中的金属碰撞声传出, 玄黄剑似空气般穿透弯刀, 贯穿女子头颅。 由时化虚, 而后在由虚化时, 这, 便是玄黄剑特有的能力。 银环女子整个正柱, 而后直挺挺地倒在地上, 俨然没想到自己会被一个先天修士斩杀。 黄袍男子瞳孔微缩, 纵视那白玉袍男子也是动容, 空冥八镜的银环女居然被木北一击秒杀了。 果然有意思啊, 黄袍男子朝木北走来, 目光落在玄黄剑上, 你这柄剑竟然拥有在虚实间自由转化的能力, 凭着他, 让你有了杀空冥强者的手段, 不得不说, 着实是很妙。 对于银环女子的死, 他并不生气, 反而是一瞬不瞬地盯着玄黄剑, 眼中流露出些许贪婪。 好剑啊, 这柄剑马上就属于他了, 我擅长速度, 你可放心, 只一瞬间, 你的脑袋便会搬家, 不会令你感觉到任何痛楚。 看着木北, 他嘴角微微勾起, 看上去有些邪魅。 下一刻, 他突兀消失, 瞬息出现在木北跟前。 然而, 才刚出现在木北跟前便迎上木北的一耳光, 那感觉就像刻意将脸凑到木北巴掌上。 他, 黄袍男子横飞出去九丈多远, 狠狠撞在一面墙壁上, 而后, 整个脑袋四分五裂。 血水混合脑浆剑的满地都是, 众兽, 木北斜了眼黄袍男子的尸体, 在我面前秀什么速度。 他以前的速度就很快, 而在修炼了轮回步后, 便更快了, 最起码也比得上洞虚巅峰强者。 而不巧的是, 他肉身也很强, 强大肉身配上可怕速度, 大一下的黄袍男子只能是被秒了。 他看向白玉袍男子, 第436张咋还护识呢? 白玉袍男子看向木北。 你倒是出乎我的预料了, 先天静而已, 却有这般强的战力。 他审声道, 这么说着, 一股雄魂神能自他体内交织出来。 空明久静, 木北走向他, 速度突增, 刹那间欺身对方跟前, 玄黄剑一斩。 白玉袍男子一拳轰出, 这一拳出, 带起一道霸道的拳印, 倾刻间与玄黄剑撞在一起。 下一刻, 玄黄剑虚化, 穿透拳印斩向他投颅。 白玉袍男子左手一晃, 一柄战刀出现在他手中, 一刀横斩。 这一斩, 一片血色刀刃交织出来, 每一道刀刃都非常凌厉。 且, 夹杂一股血腥气, 显然是一宗邪门刀术。 往往, 这等邪门刀术, 威能是十分可怕的。 木北身形一晃, 刹那间消失在原地, 下一刻来到对方身后, 玄黄剑直接一个力劈。 白玉袍男子战刀一旋, 一股刀锋轻刻蹦践出。 刀锋凌厉, 与玄黄剑碰撞, 玄黄剑的攻势被拦下来。 更多的刀锋, 已是从四面八方朝木北卷制。 笼罩八方, 必无可避, 木北撑起七重圣环。 咔咔咔, 七重圣环瞬间破碎六重, 只剩下最后一重圆环盾, 不过却也是将这霸道凌厉的刀锋挡下。 这时, 白玉袍男子瞬间迈至跟前, 一刀即刺, 这一次, 虚空被贯穿, 刀威刺骨。 俨然, 这是一宗强横的刀道神通, 木北持着玄黄剑, 猛的一剑力劈。 此神一剑, 下一刻, 剑与刀碰撞在一起, 两人同时后退。 后退之中, 木北快速收起玄黄剑, 玄黄剑的虚化能力是在突袭作用, 一旦被人发现了这个能力, 面对强敌便就没什么用了。 他身形一闪, 轮回步, 轮回步一展, 空间内顿时浮出一道道的残影。 下一刻, 他出现在玉袍男子跟前, 这时, 他手中出现另外一柄剑, 赤黄剑, 他一剑横斩, 白玉袍男子手中战刀蹦剑出滔天刀光, 浑厚的空明之力汇聚在战刀之上, 撕裂开所有。 战刀直接贯穿进木北胸口, 大哥, 重瘦变色, 白玉袍男子淡漠一笑, 然而, 下一刻, 他脸色一变, 被贯穿的木北, 身形变得虚淡起来。 残影, 与此同时, 木北真身出现在了他身后, 赤黄剑猛的一剑力劈下去。 一股凌厉霸道的剑危险化出来, 轻刻将白玉袍男子笼罩, 且令对方陷入一方真实幻境中。 太虚死神剑, 这是木北如今最强的剑技, 配合轮回部和赤黄剑这宗混元级的宝剑施展, 威能大幅提升。 白玉袍男子脸色大变, 快速挣脱幻境, 调动起所有神能, 汇聚成一道杖许刀芒猛的迎上。 两者碰撞, 吃, 一声轻响, 刀芒粉碎, 随后, 白玉袍男子如稻草人般横飞出去, 身躯至上布满了裂痕。 血染全身, 爱陆北没有给他丝毫喘息的机会, 一跃而上, 换出了剑枝神种。 剑枝神种一出, 一股更霸道的气息扩散出来, 笼罩住玉袍男子。 白玉袍男子面露惊悚, 一声狂吼, 手中战刀发出无量光, 他手持战刀猛的一刀劈出。 下一刻, 这一刀与剑枝神种的一击碰撞在一起。 轰, 神能轰鸣, 阵列空间, 白玉袍男子身形暴退, 墓北却不给他丝毫喘息的机会, 瞬间又栖身而上, 一剑力劈。 白玉袍男子挥刀狂斩, 刀与剑再次撞在一起, 砰, 一声嫩响, 白玉袍男子再次暴退, 退出十数杖。 刚退到这里, 他口鼻一血, 握刀的手四分五裂。 爱陆北持着剑枝神种, 已是又一次杀到了劲前。 剑枝神种爆发刺目精芒, 无匹的剑威覆盖十方。 白玉袍男子惊恐, 已全力凝聚出一宗防御护盾。 墓北剑制, 咔, 防御护盾轻刻四分五裂, 白玉袍男子抽身击退。 且, 大声道, 朋友助手, 在下院将此这个地方的所有子灵精全让给话还没说完, 墓北已是到了跟前, 又一剑批出。 最霸道的剑盲瞬间将这人淹没, 带起大片血水。 啊, 白玉袍男子发出绝望的惨叫, 肉身四分五裂, 杀了你, 这些子灵精都是我的, 需要你让。 墓北道, 众兽围上来, 罩着墓北就是一顿彩虹屁。 强, 大哥太强了, 空明久境居然都不是对手。 墓北收起剑之神种和白玉袍男子等人的纳剑, 将白玉袍男子之前收起的子灵精给取出来。 会成一堆, 浑厚无匹的灵气充斥这整个地下空间, 先让黑麒麟收起来一些, 作为后续的修炼使用, 随后, 他将那枚神弹和吞天炉也取出来。 众兽动容, 被神弹和吞天炉引住目光。 这两样东西, 都不一般啊, 尤其是那枚神弹, 竟交织着神圣波动。 很惊人, 去吧, 墓北随意甩手, 神弹和吞天炉飞过去。 神弹外, 一缕缕神闻发光, 大片的子灵精光化为磅铺灵能, 没入弹内。 吞天炉更是直接, 炉盖打开, 大片的子灵精被一股磅铺引力卷入炉内。 这时, 神弹轻震了下, 一股大力涌出。 砰, 吞天炉被震飞了出去, 墓北, 这神弹咋还忽识呢? 吞天炉这时冲回去, 刚冲到那堆子灵精跟前, 便又被神弹震飞出去。 随后, 吞天炉又冲过去, 又被震飞, 再冲过去, 再被震飞接下来, 吞天炉一连冲了二十多次, 都被震飞。 来后, 他飞到墓北跟前, 炉身上蹿下跳, 炉盖更是朝外冒白气。 墓北, 三头黄元道, 他说, 他喜欢上那霉蛋了, 让你给他说些好话, 帮他创造点机会。 墓北看向他, 我虽不懂气语, 却能感觉到你的翻译很离谱, 你是怎么想到这的? 三头黄元正色道, 大哥, 相信我, 以我多年追求那美红元的经历, 不会有错的。 当初, 老元我追求美红元时, 也是一次次被踹飞, 又一次次逆流而上。 现在, 这炉耳当野话还没说完, 吞天炉撞在他胸口。 砰, 三头黄元横飞出去十多丈远, 墓北, 重寿, 第437章恐怖老剑, 吞天炉飞回来。 对着墓北又是一阵上蹿下跳, 自炉盖处喷出的白烟更多了。 来后, 这些白烟会成一行转子, 管管他, 我吞不了灵气了。 墓北虽然早就知道吞天炉有灵, 可见着这一幕却还是诧异, 这完全是有自主意志的啊。 不过, 下一刻, 他大笑起来, 想起当初在星空中 亡灵骨矿带回的灵权 被这货抢了的事。 你也有今天啊, 当初抢我灵权时那么欢乐, 想过自己有一天 也会遭遇这等憋屈是没。 他疑瑜道, 下一刻砰, 吞天炉撞在他腹部, 他身体变作弓形, 横飞十几丈远, 和三头黄元砸在一块。 众寿睁大了双眼, 被自己的兵器揍了, 震惊寿生一百年啊, 他们一副蒸蒸然的模样, 三头黄元, 大哥, 咱们真是难兄难弟啊, 滚独自, 墓北没好气的道, 这吞天炉还真强, 比他强很多, 紫灵精急速融化, 片刻间便被神弹全部吸纳殆尽。 他飞回墓北身旁, 歪了歪诞身, 像是在打量墓北, 随后化作一道光霉入墓北身体中。 墓北连忙内侍, 发现神弹跑到他轮海去了, 围着轮海里的剑之神 轮海中, 墓北自己此前把赤黄剑和玄黄剑腾到道宫去, 就是给剑之神种挪位, 这弹居然钻进去了。 还真会选地方啊, 他当即就想给他撵出去, 但想了想还是算了, 这是师父让他敷的弹, 得给师父面子。 吞天炉见着所有紫灵精被神弹吞光了, 气得猛烈抖动, 也化作一道光冲入他轮海中。 那感觉, 像极了是紫灵精没有争抢成功, 这个时候要和神弹抢夺他这轮海的赞助权。 进他的轮海中, 便被神弹散发一缕光辉, 直接从轮海中震了出来。 顿时, 又是一阵上蹿下跳, 墓北, 惨兮兮的炉子, 算了吧, 凭我的感觉来看, 你是斗不过他的, 还是老老实实回我那戒中带着巴。 他说道, 话音刚落, 吞天炉撞在他肚子上, 令他又攻着身体横飞十几丈, 差点吐出口老血来。 众兽, 吞天炉不住的上蹿下跳, 炉盖冒出一团团白烟。 止不住的样子, 这就是所谓的气到冒烟了吧, 生动形象啊, 三头黄元说道, 刚说完, 吞天炉撞在他腹部处, 又飞了出去。 众兽, 也是这时, 一群修士冲到这里, 为首的是一个囚袍老者, 一身气血浑厚的宛若海洋。 混元二镜, 老者身后还跟着一群青年男女, 都处在空明境界, 而他们衣服上, 都带着温族旗徽。 温族强者, 冲到这里, 这群温族强者第一时间盯住墓碑。 同时, 他们接济出神时, 将众兽一起锁定住。 那些人没有骗我们, 这个杂种果然在这里, 这杂种交给长老对付, 我们宰了这些畜生, 敢杀我温族子弟, 都得死。 一群温族青年宁生道, 温延和温亮等人被杀, 传到了同来此地的他们耳中, 于此刻追杀墓碑来到这里。 求跑老者这时却没有理墓碑, 而是盯住吞天炉, 眼中浮出一缕精芒, 混圆镜的修为, 一眼就看出吞天炉不一般。 直接抬手, 他朝吞天炉抓去, 先取宝贝, 而后再斩杀墓碑。 吞天炉正气地不行, 见求跑老者抓向他, 炉盖一开, 一股距离直接将对方笼罩住。 静止朝着炉子内卷去, 求跑老者脸色大变, 一声狂吼, 竭尽全力抵挡。 然而, 却根本挡不住, 下一刻, 他被卷进去, 不, 一道惊恐绝望的惨嚎声传出来, 而后没了动静。 长老, 温族青年们大害, 吞天炉俨然还没有气消, 又转向这群温族青年, 全部给卷进去。 转眼, 这里便静下来, 墓碑, 众兽, 这群倒霉催的, 吞天炉又冒出一道道白烟, 而后化作一道光霉入墓碑那街中。 三头黄园看向墓碑, 大哥, 这炉子比你的脾气还暴躁啊。 墓碑不想理他, 就在这时, 他眼角于光忽而撇到角落里一柄带着剑翘的剑。 这剑刚才应该是被埋在紫灵精下, 随着紫灵精被神弹吸光, 这柄剑便显了出来。 他神力一挥, 这柄剑落在他手中, 近距离看, 剑柄成暗灰色, 剑翘十分老旧, 没什么出奇地方。 他握住暗灰色的剑柄, 将剑拔出。 顿时一股害人至极的剑威涌出, 隐约间夹杂震天售吼, 吓得他一哆嗦, 下意识将剑丢了出去。 三头黄园和青岩芒等兽更是齐刷刷闪到了他身后。 大大哥, 这这这剑三头黄园声音都变得不顺畅了。 恐怖, 这剑的剑威, 太恐怖了, 涅槃强者也远远不及吧。 目被心记, 震撼地看着那柄老剑, 这是什么剑? 太可怕了, 除体内的原始剑, 他第一次见到这般可怕的剑。 顿了顿, 他深吸一口气, 强忍着心记走到老剑旁, 将他捡起来。 剑宽四指, 剑长三尺有三, 近距离感觉, 剑威更害人, 他感觉身体似乎要被他震裂了。 这时, 黑麒麟道, 此剑只剩残存的剑威了, 没什么实质作用。 目被一愣, 不会吧, 理会一下就知道了, 黑麒麟道, 他重修后, 如今虽然只有五道层次, 但眼力却还是在的, 只一眼就看出了此剑的虚实。 目被狐疑, 强忍着那等恐怖剑威, 持老剑隔空窄向一面墙壁。 唉吼, 什么也没有发生, 他又挥了几下, 结果全是一样, 还真就只剩了剑威, 没有实际作用。 顿了顿, 他将老剑归翘, 丢入那界中。 就杀敌而言, 这柄剑没有任何用, 但, 他感觉这剑的来历应该很不一般, 之后研究下。 他与众兽走出地下空间, 就见着, 来到这做一剑的人更多了。 各大势力都有, 他一边探寻这做遗迹, 一边类是轮海中的那枚神弹, 看上去, 似乎没有什么变化。 相对于满足他破窍而出的灵能, 惊天吸纳的这些紫灵精, 怕只是九牛一毛八。 他暗道, 继续探寻遗迹, 一晃七天过去, 七天时间, 他与众兽又寻到了一些宝贝, 使赤黄剑品级达到了昏缘上品层次。 三头黄元等兽, 实力则各个提升了一大截。 轰, 突然, 一记东部区域生出一阵惊人的震动, 有飓风生出, 夹杂沙尘, 朝着这边卷过来。 嗖嗖嗖, 破空声回荡, 四面八方, 一个个修士和一头头凶兽朝着那个方向冲去。 看这样子, 那个地方是有重宝出土啊。 三头黄元道, 木北这时候更是洞容, 眼中划过一缕金芒。 第438章无敌是何等近末, 道元, 木北盯着震动传来的方向, 就在方才, 原始见径动了, 那里有道元, 当下, 他朝那里冲过去, 众兽连忙跟上。 半个时辰后, 一人众兽来到一片山脉区, 轰, 前方, 一团拳头大的光辉飘在高空, 15道身影在争夺, 附近则是有成群修士凶兽围观。 木北瞬间便盯住那团光辉, 卓云道元, 居然是道元, 超级宝贝啊, 得到他, 极可能快速掌控道大道之力, 三头黄元等兽皆试认出来, 其其动容, 哎, 这个时候, 四面八方, 许多人都直勾勾地盯着那卓云道元, 不过, 这些人却不敢去争。 毕竟, 此刻争夺那道元的15道身影, 9个是人类洞虚巅峰强者, 6个是大荒的准兽王。 如此阵容, 普通人谁赶上去争, 那是找死, 虽然是重宝, 但却与我们无缘了, 只能是那9个人类和六尊准兽王中的一个抢到他。 可惜, 落光却他们叹道, 黑麒麟传鹰木北, 如今本王可帮不了你了, 你要怎么办? 15个洞虚集, 不好抢啊, 木北看着前方, 顿了顿后笑起来, 无妨, 我有个不错的主意, 应该是不存在问题的。 黑麒麟狐疑, 不过却也没有多问, 轰, 15个洞虚巅峰级强者激烈交锋, 各个戒备地盯着彼此, 一时间, 谁也拿不下那团道元。 但凡有任何一人或一头准兽王拿下道元, 立刻就会成为其他人和其他准兽王的攻击目标。 一晃眼, 一刻钟过去, 道元依旧没能落入任何人手中, 九大人类强者和准兽王还在激战。 就在这时, 一个浑身笼罩在雪袍中的身影从一角走出, 登天而上, 走向那漂浮着的道元。 顿时, 众人动容, 那是谁, 15个洞虚巅峰级的强者在激战, 如今, 却居然有人敢去争夺。 感觉不到他是谁, 神识探寻不到, 那雪袍似乎能屏蔽神识。 不少人吃惊, 与此同时, 激战中的九个人类强者和六尊准兽王齐齐看了过来。 目光皆冰冷, 挨下一刻, 他们还未开口, 雪袍下传出沙牙且冷漠的声音, 不想死就站在原地别动。 如此霸道的话, 令得附近一众修饰又是一惊, 居然敢对15个洞虚巅峰强者这般威胁。 一头准兽王盯住目北, 眸光冷烈, 本王已经很久没有北威话还没说完, 雪袍身影身后, 一柄带撬老剑浮现, 剑威扩散出来, 仿佛可以轻易斩灭掉万物。 开口的准兽王当即聚颤, 脸色大变, 与此同时, 三头黄元等兽, 好家伙。 这雪袍身影是大哥啊, 三头黄元小声道, 刚才大哥突然离开, 我还以为又去拉屎便秘了, 没想到是搞这般。 黑麒麟, 这头傻元是真会想啊。 此刻, 他很平静, 早在第一时间就认出是木北, 那能屏蔽神石的雪袍还是他送木北的。 不过, 他倒没想到, 木北的好主意是这般, 将那柄没有任何实际用的老剑搬出来恐吓。 一般人, 看不出老剑的异常, 而以那老剑的威势, 普通人都会认为雪袍下是超级强者。 还得是这小子, 脑瓜子当真机灵, 他心中暗道, 其实, 这个地方所有人都变了颜色, 这, 这剑威有人声音都在发道, 纵然是九个洞虚巅峰级的人类强者, 以及那六尊准兽王, 这个时候脸色也都是骇然。 眼前这雪袍身影, 竟能释放出这般恐怖的剑威。 这是什么人, 这等恐怖的剑威, 涅槃级强者也释放不出来吧? 其中, 一个人类强者道, 敢问阁下, 你闭嘴, 再敢多说一个字, 死。 雪袍下传出声音, 话落, 身后的老剑又缓缓拔出来一截。 轻刻间, 一股更加恐怖的剑威涌出来。 这个人类强者猛的一颤, 脸上浮现惊悚, 一个字也不敢说了。 此刻, 老剑只拔出了三分之一, 竟就有这样的剑威, 若是全部拔出, 那的是多强? 恐怕, 杀涅槃级强者也只是一剑而已。 眼前这人, 惹不起, 绝不是他能招惹, 这大概率是一尊超越涅槃级的存在啊, 不远处, 重寿, 大哥他好会装啊。 青年莽迪姑, 那柄老剑明明没有任何实际作用, 穆北却居然敢拿着他去恐吓十几个洞虚巅峰强者。 这时, 穆北已是走到道员跟前, 随手将道员抓住收了起来。 这一幕, 让他附近一众人又变色, 十五个洞虚极存在也心计。 道员, 这等东西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抓住收起, 可眼前这人, 抓道员就如捏豆腐般。 再加上能释放出那般恐怖的剑威, 这绝对是一尊超级强者啊。 恐怕, 已经不是简单超越涅槃级那般简单, 而是远远超出了。 原界什么时候冒出了各这般恐怖的存在? 血袍下, 穆北扫是九个洞虚巅峰级的人类强者和那六尊准兽亡, 谁想拦本座, 竟可上前一世。 本座已经很久未曾出剑, 剑以许久未饮雪, 希望有人能给本座一个挥剑的机会。 十五个洞虚竟强者全被吓得狠狠多缩了下。 来后, 其其朝穆北行大礼, 皆是恭敬得很。 前辈, 您您说笑了, 我等万万不敢, 开什么玩笑, 释放出那般恐怖的剑威, 随手抓住到袁收起, 此刻却让人去拦截打一场。 这不是钓鱼指法吗? 穆北穿着屏蔽神石的雪袍, 竟立于原地。 下一刻, 老剑归翘, 那股恐怖至极的剑威随之消失, 老剑化作一道光没入那剑。 众人同时松了口气, 仿佛肩头有一块巨大陨石被卸下了斑, 实在是, 方才的那等剑威太过恐怖了。 穆北穿着雪袍朝远处走去, 是人皆求无敌, 又岂之无敌是何等的寂寞。 哀, 何时才能寻到一个能让本作出剑之人? 悠悠的声音自雪袍下传出, 穆北消失在远空, 不远处, 众兽, 我愿称大哥为敌王。 青年盲小声道, 三头黄元和洛光雀等兽连连点头, 表示赞同。 黑麒麟, 第439章大哥牛逼, 大荒某处山谷。 穆北取道道员后来了这里, 快速练话完道员反馈的原力。 众兽得到他的传音, 小心翼翼地跟到了这里, 为他护法。 翁, 金色神灰交织木北体外, 随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 道员的原力, 不提升他的修为, 但, 对淬炼体魄, 气血和神魂等都有不俗的作用。 大概过去5个时辰时间, 他将反馈的原力淬炼完。 实力提升不少, 这时, 最主要的是, 他感觉到了原始剑的律动。 这等律动宛若是生灵的呼吸, 一呼一吸间交织着催枯拉朽的破坏力。 他感觉, 自己此刻与原始剑建立起了一种微妙的联系, 脑海中浮出了原始剑的模样。 虽有些模糊, 但他却是自主浮出, 他并没有冥想。 他意念为动, 右手摊开, 一缕光剑在他手中拒出。 这光剑, 与原始剑一模一样, 只是以剑气汇聚成。 而这剑气, 并不是他的剑气, 而是原始剑的剑气。 没有灵力霸道的剑银传出, 但, 木北确实能清晰感觉到他的可怕之处, 似可毁天灭地。 不远处, 护法的三头黄原等兽被这剑气吸引, 全部靠过来, 而后皆不由自主地一哆嗦。 可怕, 恐怖, 近距离内感受这道剑气, 这是他们的第一感觉。 你怎么弄出来的? 黑麒麟难得的吃惊, 以木北如今的境界, 怎么可能凝聚出这样一道剑气? 虽然没有恐怖的剑威, 但他却生起一种无银之感, 这道剑气似包揽了一切。 木北没有说什么, 只是一顺不顺地盯着手中剑气。 第二次, 这是他第二次牵引出原始剑的力量, 第一次是几年前在浦云承斩基木府那个太祖之时。 不过, 当初, 他是因为极端的愤怒, 无疑是牵引出原始剑的力量, 且, 那一次很微弱。 可这一次, 他是主动引出了原始剑的剑气, 且, 这一次的剑气可比当初那次要强得多。 不知道这一剑的威力如何, 若有个强敌在就好了, 可是已是他的威力。 他按道, 几乎是下一刻, 一个满袍老者出现在高空之上。 梦木北, 咋种? 找到你了, 满袍老者猙獰的盯着木北。 寇族三长老, 徒了青州梦族, 没有寻到木北, 他便又回到大荒, 一直在追寻木北踪迹。 总算找到了, 木北一正, 而后便是一喜。 来了来了, 刚还在想若有个强敌在这里就好了, 可是是手中剑气的威力, 没曾想, 下一刻就来了。 轰, 神光沸腾, 满袍老者锁定住木北, 一步步逼来。 众兽齐齐动容, 动虚境界, 这老者竟是个动虚境强者, 而且, 明显带着杀意而来, 敌人, 大敌, 一时间, 众兽皆戒备起来。 不过, 当瞅着木北手中的那道剑气, 他们又轻松下来, 这道剑气怎么看都很不一般啊。 满袍老者一步步逼向来, 盯着木北争银道, 你的族人全死了, 现在, 该轮到你了。 木北闻言笑了起来, 听上去, 梦族是被涂掉了。 不错不错, 顺着他心意去做了, 帮他解决了一个潜在祸患。 众兽, 什么情况, 满袍老者说大哥族人全死了, 大哥怎还一副高兴的模样? 黑麒麟简单讲了下这事, 众兽顿时瞪大眼, 大哥牛逼。 他这话并没有避讳, 满袍老者也一并听了去。 顿时, 满袍老者仗红了脸, 他竟被木北当作杀器利用了。 该死, 面孔更猙獰了, 咋种? 老夫必定抽你精把你鼓, 要你声不如话到这里, 木北懒得听他继续了, 持着手中剑气隔空一展。 没有凌厉的剑鸣声, 但, 却有一股无匹的剑力席卷了出去。 轰, 前方虚空瞬间湮灭, 地面随着寸寸崩塌, 网袍老者顿时惊恐到极点, 而下一刻, 一股毁灭剑力将他笼罩, 轻刻间变就变成了飞灰。 毁灭剑力还在蔓延, 直到将以木北为起点的数百丈江域山脉全部崩碎, 方才是停下来。 众兽呆滞, 全部猛了, 一剑, 只一剑, 居然就造成了这般大的破坏。 和其吓人, 液盘巅峰级的强者也扛不住这一剑吧。 这, 这真是虽然他们此前就感觉到木北手中那道剑气极为恐怖, 却也没想到, 能恐怖到这般程度。 就连黑麒麟都为之诧异, 难以想象木北是如何凝聚出这样一道剑气的, 实在太惊人了。 木北自己都忍不住吃惊, 放眼望去, 他前方五百丈范围, 空间四处都是裂痕, 地面呈现数十丈, 山脉尽数崩毁。 骇人, 这却也让他有些兴奋, 若是自己如今能随时随地地主动牵引出这等力量, 那他在原界可就完全可以横着走了。 当下, 他静下心来感悟, 而后便露出些许失望来, 此时, 他能感觉到的原始剑的律动, 明显变弱了。 而且, 是在无限变弱, 可以想象到, 当这等律动弱到他感知不到的时候, 他应该就无法引出原始剑的剑气了。 这最多只需一个时辰, 也就是说, 一个时辰之后, 他就无法引出剑气了。 不过, 这等失望仅仅只是一刹那而已, 他能主动引出一次, 那么就是必能引出无数次。 道元, 道元寻道越多, 原始剑便就越圆满, 而后, 他能主动控制他的几率, 便就会越来越大。 能引出的力量也越强, 当然, 修为也很重要。 修为若不强, 就算寻道所有道元让原始剑圆满了, 他也无法发挥出原始剑的真正威能。 突然, 他目光落在百丈开外, 那里有幽光在闪烁。 他一跃闪过去, 爆开土层, 就见着, 土层下躺着一块拳头大小的暗幽色晶体, 散发着一股非常浑厚的红明粒子波动。 红明粒子石, 他眼前一亮, 红明粒子石, 如同仙天粒子石般, 是由大量红明粒子汇聚而成, 是非常珍贵的修炼资源。 这等东西, 整个修行界都很少, 有钱也很难买到。 他大致估算了下, 这块红明粒子石当可令他修到空明境界了。 第440张装逼真会遭雷批啊, 惊喜。 大惊喜, 没曾想到, 这一剑居然批出了快红明粒子石。 意外收获啊, 当下, 他收起这块红明粒子石, 离开这地方。 方才那一剑, 必定很快会引来不少修士和凶兽, 得寻一个新的隐蔽地, 闭关冲击空明境。 一个时辰后, 他寻到一片非常偏僻的灌木林, 方圆石树里内砍不到任何人烟, 也没有任何凶兽的痕迹。 当然, 跟着他过来的三头黄圆等兽没有算上。 他在这个地方寻到一块大石座下, 开始修炼。 翁, 一剑绝世运转, 金色光辉缭绕于体外, 炼化红明粒子石, 汲取红明粒子修炼。 修为达到先天九镜尽头, 以示将先天之力掌控到极致, 这时, 吸纳红明粒子修行, 当修炼到可驾驭红明之力, 便就入了空明镜。 这个过程可不简单, 比先天镜的修炼难很多, 并不是有红明粒子石这等资源就能踏进去。 给看修行天赋, 天赋差者, 一辈子也无法踏入空明镜。 天赋极强者, 也至少得耗费大半月, 目被双眼威逼, 全身心投入修炼之中, 一天, 两天, 三天, 一晃, 五天过去, 他体外, 一缕缕按优色能量浮现而出。 浑厚, 强盛, 赫然是空明之力, 五天时间, 炼化完一块红明粒子时, 他成功踏入空明镜。 真是变态啊, 黑麒麟感慨, 史册记载, 最妖孽的天才从先天九境踏入空明镜也是耗费了二十天, 目被却只用了五天。 五天就搞定了, 天赋太害人了, 已是这时, 轰, 刺耳雷鸣乍响, 以目被为中心, 天空顿时变得黑暗下来。 一口巨大的雷霆漩涡汇聚而出, 一道道雷电于其内肆意。 毁灭性的气息, 扑天盖地而下, 这是啥, 三头黄园等兽动容, 迎着这雷霆漩涡, 个个忍不住聚颤。 能清晰感觉到一股毁灭性的气息在弥漫, 似可毁灭万物。 黑麒麟这时招呼他们, 退, 当下, 他与众兽退出数千丈, 大哥, 你干啥, 退出来啊, 三头黄园等兽朝着墓北大喊, 他们都退了, 墓北却没动。 不用管他, 黑麒麟道, 啊, 众兽不解, 这时, 墓北站起身来, 直视苍穹, 空明级的天节, 来了, 在他化落的第一时间, 一道雷光披落, 瞬间来到头顶。 墓北一拳轰出, 吃, 一声清响, 这道雷光瞬间变粉碎, 他如今的肉身极其强大, 不若动虚巅峰级的强者, 凭纯粹肉身粉碎第一道雷阀并不难。 光滑一闪, 赤黄剑, 玄黄剑和幽冥剑同时出现在他身旁。 三柄本元神剑, 当随他一起渡截。 经历雷阀洗涤, 他们能变得更强。 他抬头看天空, 轰, 第二道雷阀披落, 而后是第三道第四道第五道。 远处, 三头黄元等授权看呆了, 目之所及, 就见着墓北移动到哪里, 雷阀就劈向哪里。 苍穹的雷霆漩涡, 完全就是紧随着墓北移动, 无论什么时候, 漩涡中心都在墓北头顶。 难怪之前黑麒麟称不用管墓北, 原来, 这雷霆就是冲墓北来的, 这装逼真的会遭雷批啊。 三头黄元瞪大了眼, 黑麒麟, 轰弄, 雷霆轰鸣, 恐怖的雷阀不断落下。 起初时, 墓北还能停着强大的肉身安然无恙, 但渐渐的就不行了, 在雷阀下连连遭闯。 血水不停溅出, 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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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霆一道连着一道, 直到过去两个时辰, 苍穹的雷云漩涡方才是散去, 天空恢复光亮。 方圆数百丈内的土地遍布裂痕, 破败不堪, 墓北躺在中心区域, 浑身焦黑, 血肉模糊。 宛若一劫焦叹, 是黄剑, 玄黄剑和幽冥剑落在他身旁, 剑身上遍布裂痕, 似乎轻轻一碰就会碎成残渣。 惨, 很惨, 众兽连忙跑过去, 三头黄元一脸不可思议地道, 居然没有死, 这命也太硬了吧。 两个时辰里, 他们已知道, 这场雷霆是天劫。 传说中的天劫, 天劫之危害人听闻, 雷伐一道连着一道, 完全是为毁灭而生, 墓北却是硬扛了下来。 太强了, 逆天啊, 墓北浑身燃血, 虚弱地瞟了他一眼, 很想站起来踹他一脚。 沉的教居然没有死, 会不会说话, 感情很希望他死掉似的, 黑麒麟灰爪, 以柔和妖力包裹着他的身体 以及三柄本元神剑离开, 很快寻到一座幽谷。 这座幽谷非常隐蔽, 在这个地方, 墓北取出一些宝丹了伤。 在这空明镜天节下, 他伤得非常重, 足足七天才治好了伤。 内饰体内, 轮海变得更大了, 金色神力滚滚, 交织着肉眼可见的密集电弧, 质量惊人。 肉身和神魂意识有了一个不俗的增幅, 综合战力大幅提升。 与此同时, 赤黄剑、玄黄剑和幽冥剑 这时候也以自行修复, 以赤黄剑最多, 毕竟,赤黄剑随他度过的天节最多。 三炳剑, 赤黄剑如今变作混元极品层次, 玄黄剑变作空明中品, 幽冥剑则是空明极品。 剑威都有了一个不俗的提升, 不错, 他微微一笑, 将三炳剑收起, 又以高阶灵药梳理了翻境界。 随后, 他与众兽离开这个地方, 一同在这大荒内继续历练。 这一历练, 很快又七天过去, 七天时间的历练, 他将自己当前空明一径的修为打磨的无比扎实, 倒机如磐石般坚韧。 这个过程中, 他让黑麒麟指点了翻三头黄元和洛光雀他们的修炼, 使得众兽获益匪浅。 实力都有了一个不俗的提升, 黑麒麟通过此前的紫灵精修炼, 如今已是达到五道尽头。 他本身是太古一种, 血脉超凡, 且是重修, 对走过的路充满经验, 再加上有妖帝九转这等经验功法和紫灵精相助, 修炼起来的速度自然便是非常快。 这天, 穆北与三头黄元他们告别, 准备离开大荒回剑宗了。 当前修为境界已经打磨得非常坚韧, 历练可暂时告一段落, 他准备回剑宗的红明谷修炼。 空明镜的修炼需要红明栗子, 而红明谷便蕴含魂厚的红明栗子, 他可无限制在其中修炼。 大哥保重, 期待与大哥再见之时, 话落,他转身离去。